红色火验证大口大口吞噬着这间木造房屋 不时可以听到强劲的风声 跟大火燃烧时发出的声响 位于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新南方入口的马里波萨郡 当地时间22号发生山林野火 这场被命名为橡树野火的森林大火 在风势助长下蔓延相当快速 据当地相关单位表示 截至23号大火已烧毁将近一万两千英亩的林地 成为加州今年最大规模的野火 相关单位已下令六千多人紧急疏散 空拍画面也显示山林野火产生的浓烟相当惊人 有如殉壮云 加州州长纽森已宣布 优胜美地西南部的马里波萨郡 进入紧急状态 除了加州有山林野火 美国东部各州也笼罩在一片高温中 事实上这个夏天从欧洲到美国等许多国家 就像被罩在一个大蒸笼里 各地纷纷出现破纪录高温 所有人都大喊吃不消 科学家指出 除了人类使用石化燃料导致气候变迁 让地球温度越来越高外 北极暖化 喷射气流迁移 还有海洋温度升高 把热空气困在大面积地理区域内的热穷盖顶现象 都是导致欧美这波热浪的主要原因 若人类再不采取有效的改善行动 例如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等 往后每年夏天恐怕只会越来越热 华日新闻博爱证明义 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